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祝福我们 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有独特美好的计划 愿神祂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美好的计划都能够成就 约伯纪第十章一到十二节 我厌烦我的姓名 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爱情 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 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 要指示我 你为何与我争辩 你手所造的 你又欺压又藐视 却光照恶人的计谋 这是你以为美吗 你的眼岂是肉眼 你查看起向人查看吗 你的日子起向人的日子 你的年岁起向人的年岁 就追问我的罪孽 寻查我的罪过吗 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 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 你的手创造我 造就我的四肢白体 你还要毁灭我 求你纪念 制造我如团泥一般 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 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 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 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 用古语金把我全体联络 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 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感觉到神 好像是透过约伯来对我们说话 约伯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的 反照出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 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 我们常常得到安慰 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 我们也得到了力量 那我们看到约伯在这段时间 他非常的痛苦 约伯他想要寻找神 想要神给他一个答案 但是呢他却找不到答案 在第二节约伯对神说 不要定我有罪 要指示我 你为何与我争辩呢 约伯甚至告诉神说 你好像在跟我争辩 我想要找一个答案 你可以跟我说吗 你不要让这些苦难继续发生好吗 你停止这些苦难 停止这些痛苦 约伯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 我们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遇到了一些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是好像心里面愤愤不平 我们想要找答案 我们想要向神抱怨 其实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耶稣告诉我们 给我们一个教导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经历到一个 落在地里面死了 然后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所以我们相信这些破碎 是与我们有益的 耶稣说 我们的生命 如果是原来的生命 那个生命是不能结果子的 但是当我们愿意降福 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制作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而且能够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在我受装备读神学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很热心 我很喜欢服事 我也觉得自己有神给我的恩赐 包括我有口才 包括我觉得我很热情 那时候我很年轻 然后我也觉得 什么事情我可以做得很好 我有创意 我也很冲 我也很冲动 做很多事情 我就会去争取 然后我想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那是很多的这些天然人 让我觉得说 这些事情只要我来做 可能会更好 所以有时候别人在做的时候 我就会不满 甚至我会为这些事情祷告说 神啊 你为什么不让我做 要让他做呢 那有一次我在一个 一些的事工当中 我自己非常的满意 我也觉得非常的成功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些同学 有一些这些属灵的伙伴 他们却在我的领袖的面前 好像跟领袖 讲了一些我的事情 领袖觉得好像我是一个骄傲的人 领袖觉得好像我在当中 就是想要自己争取自己的舞台 好像自己要出头 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神允许我的这个牧师 我的领袖 把我所有的服事全部都停掉了 他说你太骄傲了 你必须要休息 你必须要悔改 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愤怒不满 我向神祷告说 神啊 为什么我做得很好啊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人 他们就好像抹黑我 讲一些攻击我的话语 然后就把所有的服事都停掉 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前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我一直在抱怨 但是慢慢的我开始 神光照我 我开始看到自己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问题 我开始发现自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我开始在神的面前悔改 我也向神祷告 求神帮助我 我要改变 那时候我每天在祷告的时候 神感谢神 透过那一段时间的制作 我觉得生命开始改变了 我也开始不再看自己是那么棒的 我开始学习像圣经说的 看别人比自己强 感谢神也因此 在我的生命当中 在服事当中 开始有不一样的果效 感谢神的破碎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益处的 感谢神 神好像透过约伯记 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我们也在读约伯记的过程当中 开始来体会明白神的心意 在圣经当中 我们看见约伯 他遇到苦难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来向神祷告的 很特别的是 他向神的祷告第八节 他说 你的手创造我 造就我的四肢白体 你还毁灭我 约伯对神说 你为什么创造我 然后又要毁灭我呢 你创造我难道是为了要毁灭我吗 那你为什么要创造我呢 有时候我们好像在困难当中 我们也有这种想法 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 不明白祂的心意 不知道神所想的 跟我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 这里说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这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所想的 常常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们想的就是 神如果你爱我 神如果你创造了我 你应该要爱我保护我 你应该要与我同在 你应该要祝福我 让我一切都顺利 一切都亨通 让我升官发财 让我能够蒙你的恩宠 但是神有时候 兴起这些环境 其实是对我们有益的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里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 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 当然这些万事就包括了 顺利的顺境 很蒙福的 被祝福的这些事情 但是却也包含了 那一些苦难 那些破碎 那些自作 所以神有时候透过这些环境 祂是要来祝福我们 过去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他有很好的恩赐 他常常在祷告的时候 可以看见异象 那时候我们非常的羡慕他 我们就问他说 是怎么样神开启了你 你是从小就有异象吗 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跟我们分享说 就是在他的工作 他的创业的过程当中 他受到了很大的这些挫折 他的工作失败 而且他被告 有人诬告他 然后呢 他那个时候必须要去走法院 在开庭的时候 那个对方呢 一直抓住他 诬告他 那时候他很痛苦 所以他只能 仅仅的抓住神 向神祷告 那个时候 他就读圣经说 神啊 你对我说话 神啊 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他迫切地祷告 恳切地祷告 流泪祷告 因为他负债 而且他遇到了这些官司 他非常的痛苦 但是在祷告当中 他开始有了信心 有一天他站在法官的面前 在那里 他在心里面 还是继续地向着神祷告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神好像让他有一个看见 就是在法官的头上 他看到了一个十字架 他心里面想说 难道这就是异象吗 他开始宣告说 心里面宣告说 神已经掌权了 神一定会帮助我的 感谢主 果然很快地 他赢了官司 这个法官不起诉处分 所以他脱离了这些官司 让他能够脱离了这些苦难 他开始 他的意象越来越清楚 他为人祷告的时候 他也可以有很多的领受 感谢神 常常透过那些环境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意象 在恩赐上面 被神来开启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的每一个环境 来感谢神 我们愿神帮助我们 透过这些环境来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虽然我们的环境当中 时常会遇到一些困难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苦难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但是我们相信有你美好的旨意 愿你祝福我们 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些苦难 也能够在患难当中 经历你的祝福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